你自己决定吧 刘庸 学习重点 一 认识刘庸及其散文风格 二 了解自己决定与负责任的关系 三 能举生活势力来论说道理 四 体会父母的苦心 培养勇于负责的态度 提解 本文选字肯定自己 作者借搬家这件事教导儿子 凡事能够自己做主 固然值得高兴 但是相对的 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起完全的责任 甚至对别人负责 从生活体验出发 说明自己做决定的意义 启示我们 一个懂得负责任的人 才是有资格做决定的人 课文 为了搬家收拾东西 我最近真是忙得昏天黑地 可是每次问你准备的怎样了 你都好整以暇地说 不急嘛 两三下就可以弄好了 直到今天 去搬家公司来运东西 只剩两天的时间 你才开始拿纸箱到卧室 却又不断来问 怎么封箱笛 不要的书是否要送给图书馆 交代没了怎么办 前一年的笔记本要不要保留 淘汰的书是不是扔进垃圾袋 这时我给的答案都是同一句 你自己决定吧 你应该很高兴听到这句话 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见你祖母对我说 你自己决定吧 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就像听见王妈妈送的压岁钱 你可以留着自己用 一样的想要跳起来 因为那表示我可以做主了 做主是多么棒的事 做主是不必凡事去请示 做主是能按照自己想做的方式去做 做主是拥有支配的权利 做主是不必再听别人使唤 但记住 做主也是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 甚至对别人负责 因为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别人 当然自己做主 也就要考虑对别人的影响 譬如我是一家之主 听起来很有权威 却也要对一家人负责 譬如你母亲是入学部的主任 也是主 便要对他的整个部门负责 于是 这做主就变得不轻松了 今天我就要你做主 做你收拾自己东西的主 你可以对自己的东西 操生杀大权 留 不留 带到新家 亦或丢进垃圾袋 全在你的一面之间 当然相对的 你也就要考虑怎样去无存经 或在抛弃一样不该抛弃的东西之后 接受它所造成的损失 尤其麻烦的是 过去你问我怎么做这个 怎么做那个 我都一一解说 今天却要你自己解决 你说没有风箱的宽胶带 我说我有一卷 但是自己正在用 无法分给你 请你自己解决 你可以翻箱倒柜的找 去邻居家借 请已经能开车的同学载你去买 也可以冒着雨 走路到一英里外的小店 但请不要问我该怎么办 今天是你自己看着办 不要觉得我冷酷 因为你已经到了 应该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年龄 你的书不是我的书 我无法为你取舍 你的纸箱也不是我的纸箱 我自己都分身乏术 最重要的是 你不是我 更不是我的影子 我不能为你做主一辈子 接得我上成功岭的时候 长官曾说过一段话 打仗的时候 上面只要求你 几点几分攻下目标 而不问你的人 是不是过度疲劳 不可能赶这么快 也不问你的火力够不够 粮食足不足 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全盘战况 无法一一照顾你的需要 总之 你生 你死 是你自己的事 在几点几分攻下 那个据点 则是你无法逃避的责任 是的 责任常常无法逃避 一个成熟的人 必定是能从头到尾负责的人 因为他知道 责任是一环扣着一环的 班长无法达成排长交下的任务 排长没法达成连长交下的任务 这样一层层推上去 只要下面的人不能完成使命 上面的目标也就无法达成 而战争是关系国家安危 人民死生的 岂能有人不负责 失职的人又怎能不接受最严厉的惩罚呢 回过头来 虽然搬家不是打仗 但是当搬家公司的车子到达时 如果你还没有整理好东西 我们全家的行动不都要受影响吗 而隔天 买我们房子的人就要迁入 他们原先住的房子 也可能有急着搬进去的新屋主 这不也是一环扣着一环吗 说了一大堆 还是那句老话 你自己决定吧 课文赏西 本文是一篇举实力 说道理的文章 作者借自己过去的经验 跟儿子谈负责的观念 用父亲对儿子说话的口吻 层层渐进说明 你自己决定吧 的事里 在叙事举例上 从儿子面对搬家所事的言行说起 点出要儿子自己决定的期许 接着回忆小时候 母亲让他自己做主的愉快经验 再提及自己和妻子在亲职和工作职责上的负责 并以上成功领受军训的往事 用军队达成任务的层层负责为例 这些事例说来亲切 也强化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论事说理上 从点出负责任才是自己做主的真意 到解说处理搬家杂物 以强调独立自主的必要 又借军中长官的话 说明责任无法逃避 和责任是环环相扣的道理 将说理自然融入事例中 简明而周到 本文脉络清楚 首尾呼应 末段有打仗又说回搬家 对照 印证责任环环相扣的道理 中矣 你自己决定吧 作节 安排巧妙 文中对话的穿插 与社问的变化运用 也使说理增添了力量 让读者对阐述的主题不敢忽视 达到说服人的效果